一样的明星 不一样的内心独白 最真诚的声音 最动情的故事 最期待的新作 最亲密的距离 都将首次发布分享 这里是非常6加1特别制作 非常新发布 慢慢地 慢慢地 现在我 列了一口标准的葡萄花 或是我的袖子 我来带走 这个打 优彩 我也特别希望我爸爸妈妈来来看 但是他们不能来 你若是我的特别 今天必须得说吗 必须得说呀 我们俩是初恋 有请发布嘉宾 王二妮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大家 先为大家演唱一首 山丹满库花 红叶叶 再咱们 晓山丹满库花 去 为了 那把 老大 是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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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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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同样的问题的话 我希望大家用同样的方式回答我 用陕北话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们陕北 女孩子最流行的一种发型 其实在我妈妈那个年代 在陕北 女孩子最流行最流行的一种发型 就是一根大辫子 然后我记得我妈年轻的时候 就梳一根特别粗的大辫子 我好像还带来了我妈妈的照片 这辫子照得有点不太明显 其实我妈年轻的时候 长得好看着了吧 我也觉得 因为我妈的头发特别好 所以就遗传给了我 还有我姐姐我妹妹 我们几个人头发都特别好 发量特别多 印象当中 从小我妈就给我梳两根大辫子 那个是我第一次进理发馆 然后那个理发师把我忽悠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那会儿头发特别特别长 如果说那个从这儿剪下来的话 我能卖可多个多钱 但他没有给我从这儿剪下来 就是那样修 然后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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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层次 最后就修了一只小子头发 然后最后把我的头发就剪得 是这么一点了 然后抓起来一点小啾啾 然后回到宿舍以后我一照镜子 哎呦我美美的哭了一辈子 然后我觉得太难受了 我怎么成这样了 我就因为一直是擦头发嘛 有点接受不了 所以说那个从那以后 我再就没有怎么剪过头发 就是一般都会留着这样的一个长度 想到这儿 那个我突然想起 两年前 恒文杨老师曾经给我写过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辫子》 我现在想唱给大家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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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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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真的 你好 wz 大达的铁子 上有山 上我 cert 到亲哥哥的行抗了来 他像的原料哪有 stir 小孩 哥哥你要写小名牌 大大的别再帅又帅 帅不进哥哥的梦里来 美美的梭只带哥哥来开 等到三大大花又海 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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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其实我们陕北应该是民歌的海洋 光陕北民歌就包括了很多种 陕北的姓天友 陕北二人台 陕北的酸犬 还有什么劳动耗子 九犬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音乐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样的音乐长大的 我外婆 我妈妈 我奶奶 还有我二爸 我哥哥 他们都会唱歌 其实算起来 我也是音乐世家 他们都会唱歌 因为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个羊歌队 我二爸是这个羊歌队的那个团长 所以那个 等我长到八九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让我跟着我二爸去那个羊歌队去闹羊歌去了 羊歌队这个舞台 是我登上的第一个舞台 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舞台 当时那个舞台其实特别旧特别破 就是一个土台子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舞台是现在已经是修过了 已经修得很漂亮了 当年的话就是特别破的一个土台子 我记得那会儿 影响最深刻的就是 那些年龄大的一些叔叔 他们会用驢车车拉着我 然后从这个村拉到那个村 然后晚上我会给他们表演节目 然后那会儿我还经常在那个舞台上你知道 因为我那会儿年龄小有一些大人的角色不适合我演 所以我就经常会都在那个舞台的那个搁牢里面 因为普通话是鸡脚嘎啦 就那个看不见的地方 然后拿着话筒 然后给那个年龄大一些的那些 他们演员去办唱 然后他们在舞台上表演 所以说想一想小时候那些经历真的其实挺有意思的 到了羊歌队以后我又接触到了好多的这个陕北民间音乐 还有陕北梅户剧啊 羊歌剧 还有最后上一校还学记了琴枪 这么多的民间音乐 我觉得今天想一想 我当年学到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 是非常珍贵的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我想好多的东西 好多好多的东西都是家乡赋予我的 所以其实我很爱我的家乡 08年我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 我做了我的第一张专辑 里面有一首原创歌曲 这首歌就叫爱陕北 其实我是希望通过这首歌呢 不仅仅是我自己爱陕北 因为陕北是革命老区 老区人民又小米饭养育了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自己 还有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喜欢陕北 爱陕北 大家欢迎订阅 为了我祖杯 三蛋的火焰焰 开得似那样美 星天又差不完 荒谱的情和爱 多佛佛佛满天 万里出风吹 情歌歌闯天下 盼你走下回 走天南走地北 忘华了情美美 日冬生日西落 连着眼河水 心无言爱无悔 一生又相随 为我的歌声唱沙碑 唱歌奏家乡的三河水 把他放过回 遥过桥的小船里 我们为这舟船里 一方土一方水 领域了我祖杯 三蛋的火焰焰 开得似那样美 星天又差不完 荒谱的情和爱 多佛佛佛满天 万里出风吹 为我的歌声唱沙碑 唱歌奏家乡的三河水 唱歌奏家乡的三河水 把他放过回 遥过桥的小船里 我们为这舟船飞 能为这舟船飞 soldiers 唱歌奏家乡的三河水 allison 无言爱cre 一方土一方日 遥过桥的小船里 我们为这舟船飞 我爱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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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讲了很多了 再讲一个 再讲一讲 陕北人的品格吧 陕北人的品格 因为很多的人 对陕北人的印象就是 非常的实在 很害厚 很宠谱 但是陕北人还好坚强 有的时候还有点倔强 因为怎么说呢 我们陕北以前 沙纳勾升 自然怀疾不是特别好 就是应了那句话 所有的人 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的话 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所以其实陕北人 都很勤劳 都很坚强的 有很多的朋友都说 其实二年儿 其实很坚强 因为我说我今天 能够走到这里 小时候可能吃了 很多很多的苦 觉得很不容易 这种性格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可能是受到 我爸爸妈妈的影响吧 因为我父母他们都很坚强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上一校的时候 我爸爸为了供我们姐妹几个上学 他四处去打工 因为他没有什么技术 干的都是苦力活 就是其中有一件事 他没有给我讲过 但是有一次我不小心听到了 就是我上一校的时候 公投给他的五十块钱 还有六个馒头 他把这些东西全都带到了学校 给了我 因为我当时不知道 他身上已经身无封 我一封钱都没有 然后他就走了 我记得那会儿是冬天 天挺冷的 然后我爸背着一个包 慢慢地就走远了 其实我当时很小 但是我心里还挺难受的 因为我不知道我爸爸去哪里了 其实后来他去哪儿了 是他当时身上 已经没有一封钱了 他自己步行 走了好多好多泥漏 然后走到了内蒙 才会到内蒙其实还很远 他没有车 他没有钱坐车 然后他就一直不走 走到哪儿 然后就在哪儿 打一点零工 最主要走到了内蒙 我当时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 特别特别难受 因为我觉得 我的父亲 他为了自己的女儿 付出了他的全部 他可以倾其所有 他可以付出一切 所以我觉得 父母的这种爱 真的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 最伟大的爱 其实今天我说起 这段故事的时候 我已经很平静了 为什么 是因为我觉得 在陕北农村 有太多的 像我爸爸叫的父亲 他们一样 都在为自己的儿女 他们在付出着 在拼搏 在努力着 所以因为 父辈们这样的付出 让我毕业的坚强 他们给了我 很多很多的力量 下面我给大家唱一首 比较有力量的歌吧 缓解一下情绪 这首歌是 我第二张专辑里面的 一首原创歌曲 而且今天是第一次 在这里给大家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鼓动天地 谢给所有的朋友 欢迎订阅 龙腾虎也逢勇俱 高原上走行情马骑鸡 心飞扬 差别三河千万里 老大老手应生息 梦日多生叫欢愉 当我是故意的好儿女 让窗窗亡更加美丽 龙腾乡烷 梢腾乡烷 大江湖多欢喜 唱起歌跳起舞的真好儿女 龙腾乡烷 梢腾乡烷 大江湖多豪气 哀然少行飞得不懂田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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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千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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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泪依下孤神器 笼涛呼月缝咏 到月沙走哼亭拉提及 信尾昂 咖别三合且万里 摁套拉手映尘锡 忽然动声叫欢迎 黄河水风雨的好儿你 让窗户们更加美丽 把我那土豆拿上来 是你们带过来的吗 哎呦妈呀 我这没见过这么大土豆 你看 这个这么大 这个 你拿一个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哎呦妈呀 好沉啊 这一个得好 这个大的给你吧 大的给你 刚蒸了 你尝尝 好 真的吗 好吃吗 我给你 我感觉这个不是我们那儿的土豆 不好吃 因为我们那儿的土豆 我一直都能吃出来 特别傻 我感觉有点不像咱们那儿的 是你们拿过来的吗 你们肯定是在北京买的 咱们的土豆是甜的是吗 不是甜的 是沙沙的 就那种特别 那你以后回家乡的时候 给我带个土豆回来行吗 可以我给你带一箱子 谢谢 今天知道这个妮儿来到我们非常新发布啊 有一份惊喜送给你 一起来看一下来自家乡的神 惊喜 除了土豆还 二妮 你最近忙开了 有夜吃了吗 不管有夜吃了 可可可不可照顾好 多吃饭 多休想 多守起保护好 可可不像你照顾上 我最近照顾不上你 多像你 我照顾牛牛着了啊 你看见牛牛来嘛 看见牛牛求不求 你大姐忙的 我儿子给你大姐 照顾牛牛 你今年回来了吧 回来看牛牛的 最近我给你收的 带着土豆 收的小食肚鸡蛋 你好好吃个啊 多小你两个 二妮这个在我们父母学里 它是一个好孝顺 很自然 和独立的一块娃娃 从小到大 它完全靠自己 不要触摸在内 你过着自己照顾自己 作为我们大人 来说 在什么地方也保不上 它的毛 它还经常照顾 弟弟威威 所以我们家里头 都大死小死 替我们发解 而你这块娃娃 在北京 十几年不在的 还可以 我希望儿女在外面 注意身体 注意脸圈 家里 一切都挺好的 请孩子放行 希望你更加努力 为社会支出贡献 创出更好的牛股 特别朴实的爸爸妈妈 那抱着的是谁啊 那个是我姐姐家的孩子 现在妈妈替姐姐 在带孩子 对爸爸妈妈 有什么话要说吗 他们每次给我说的话 最后一句都要说 把小年照顾好 然后我挺烦的 好像我没把她照顾好一样 其实怎么说呢 现在在家里面 待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有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挺羡慕 我姐姐和我弟弟的 他们每天都能够 和我爸妈他们在一起 你说我今天给大家 讲的很多的故事 都是小时候的一些回忆 但是长大了以后 就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 和父母之间 没有那么多的回忆了 因为没在一起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挺担心他们的 最大的希望就是 他们注意身体 注意身体 保重自己 保住自己 对 其实了解二妮儿的朋友 都知道 二妮儿这么多年 也是支撑着一家人 刚才家里人也都在说 说二妮儿帮家里 把大事小事都化解了 你看这么娇小的一个姑娘 扛起了家庭的责任和重担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 自己无助吗 会吗 会孤单 无助吗 怎么说呢 因为我可能 离家离得比较早 然后小的时候 就感觉 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就是 我上一校的时候 上了三年 我妈妈从来没有来看过我 然后 那个毕业了以后 我到了安塞参加工作了 到安塞以后 就我爸和我妈 从来没有来看过我 就差不多有四五年吧 他们不能来还是 有的时候家里忙 而且有的时候 为了省那个路费 然后他就不来看我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 有一次我二爸和我二妈 来看我姐姐 然后我一个人 躲在那个床上 就拉一个链子 然后我自己在里面 哭得特别特别伤心 因为 我也特别希望 我爸爸妈妈能来看我 但是他们不能来 当时我哭得很难受 然后我就 一直在那哭 然后我二妈说 你别哭 因为我来了就一样 和你妈妈一样 但是我当时还挺傻的 我说 那能一样吗 那不一样 那我肯定不一样 所以说就是这样 让我妈妈的 其实也是比较坚强吧 也习惯了一个人 这种坚强有的时候 是我直言是装出来的 或者是逼出来的 有的时候 人哪 不逼自己一下 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所以今天 那是您能够充满自信的 站在舞台上 也是这么多年 自己逼自己 逼出来的 为你加油 谢谢 好的 那么 不放心 小妮啊 这是小妮 三妮 三妮 你家到底有几个 有三四个吧 这还得说一下 妮对姐姐 刚才这么看着姐姐 在台上这么出色 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那个 我小弟我儿姐说 现在你也不孤单了 我们自己一直在背景陪着你 然后以后你就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 然后那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然后好好的就 以后就幸福就醒了 你会照顾我是吧 对对对 这样妈妈爸爸就会更放心了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好不好 好 来 真心话大发布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 at央视综艺或者是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当中了 来看看对二妮有什么问题呢 二妮参加过多少选秀比赛 拿到的最好成绩是什么 你参加过很多选秀比赛吗 其实选秀比赛我只参加过新光大道 其他的都是参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声乐 声乐比赛 拿到的最好成绩 只有在新光大道没有获过奖 在其他的都是一等奖 一二三个奖全都获过 最好的一个名次是我16岁的时候 第一次来北京参加了全国的农民歌手大奖赛 然后获得民族组的一等奖 这是我们陕西的骄傲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我们的妮长什么呀 下面一位打击演唱的是陕西的农民歌手王二妮 她演唱的歌曲是感生灵 她演唱的是陕西的农民歌手 我们来宣布一等奖获奖名单 29号选手来自陕西的房二一 那你今后打算干什么呢 今后 我觉得我应该多学习文化课 全面发展自己 以后当一个歌唱演员 到北京唱歌 为全国人民唱歌 请问你梦想成真之后 接下来你准备干什么呢 这16岁的时候 孝林问你干什么呢 她的计划到目前为止 算是梦想成真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梦是什么呢 怎么说呢 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网友 说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她说那个 当年二年是站在陕北望北京 那现在你是站在北京望向哪呢 然后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我是当年是站在陕北望北京 现在是站在北京望世界 怎么说呢 其实这话说的有点大 不是 是因为其实陕北民歌 其实经常有机会到国外去演出 然后那个去年九月份 我也曾经去新加坡 开了自己的独唱音乐会 然后我觉得 我真的是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多到国外去开这样的音乐会 因为我从小唱陕北民歌 我觉得陕北民歌 其实不仅仅能得到老百姓的喜欢 而且他同样能够登上大牙池塘 明白 所以我希望我往这方面努力 我相信有一天 你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那一位主持人还会问你同样的问题 你现在已经站到了世界的舞台上 接下来你要干什么呢 那到时候再说吧 我知道 你已经现在就知道了吗 我想到了 我的天哪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因为我当时在新加坡的那个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是站在陕北的那个陕上唱歌 我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往陕北 因为我觉得我的根永远在陕北 说得好 根在哪 家在哪 我们的心就在哪 好的 特别好 让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是什么 我也是西北人 特别爱听琴腔 请问二妮会不会唱琴腔呢 你真的是砸手背上了 刚才安静儿已经介绍过 在西校学了 三年 三年琴腔 你琴腔你唱什么角呢 但是我唱的是小花旦 小蛋 小蛋 小蛋就是小姑娘吗 小姑娘 那不用吼 其实琴腔给大家的感觉是那个特别高靠 但是其实小花旦它也有细腻的东西 和甜美的东西 那我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琴腔当中小花旦的细腻好不好 给大家带来一段吧 行 掌声欢迎她 很多年不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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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跟着你思索被子坚强 不贴力地 心里有点光彩的 大阁明前进见头的 大阁闪闪亮 长安爹爹大太郎 独独三岁 大阁闪闪亮 却不下 产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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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嗯 我奶奶现在已经去世了 嗯 我没有见她最后一面 嗯 说那个让我好好演出 她说 我的生气挺好的 啊 你不要担心我 我肯定会等你 嗯 我要等你 看着你结婚 跟你看孩子 嗯 但是没想到 我奶奶 说话不算说 嗯 嗯 我现在真的觉得有的时候 静效不能等 我们赚钱的速度 永远比不上 父母老去的速度 嗯 到我们有一些 成功了 或者是 有钱了 但是 其实离开我们了 我觉得 那个又有什么用呢 我现在真的想一想 我我得足够计划一下我的人生了 二妮长大了是不是 嗯 真的替你高兴 真的 好的 让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 啊 真倒霉 怎么了 看到微博上有个泥巴 啊 对你的粉丝叫泥巴是吧 二妮的粉丝叫泥巴 抢先对二妮表白了 我也是个泥巴 二妮愿意和我互粉吗 可以的话 我也愿意为你单身纪念 这什么意思这是 那个微博有吗 我我看看 有那微博吗 哎呦 走西口有一种喜欢 叫做陕北王二妮 要是能够和我互粉 不不不不 他单身几年 够狠的啊 这个A头我看到了 其实当时我是想和他互粉的 但是因为他说 如果我和他互粉的话 他愿意为我单身几年 所以我怕耽误他 所以我就没和他互粉 你怕 你怕耽误他 对啊 就说你心里已经装不下他了 那你心里装的是 有人了吗 我心里有很多人啊 我是说那唯一的那一个 怕 今天必须得说吗 必须得说呀 我和他认识 其实有很多年很多年了 我们俩是初恋 因为那个我参加工作那会儿 不是很小吗 还不到18岁 但是那会儿没有谈 是那个我们俩刚刚热识 然后就是他给我说他喜欢我 然后我说那个我现在太小了 等我长大再说吧 然后就再长了一些 长了一些 然后找的差不多 快找大了 然后因为我们俩 在一起工作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跟他相处 相处 然后我就觉得他人特别好 而且他跟我有一样的家庭乖 因为他也是浓松的孩子 对爱情也 那个什么 对家庭挺看重的 所以 所以说那个后来我们就一直挺好的 这么多年了 然后他是初恋 我也是初恋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能有这样的一份重征的感情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很珍惜 他也很珍惜 所以请大家放心 请大家放心 也请大家祝福 在这个世界上 有这样一份真感情 特别不易 且心且珍惜 对 好的 那么有一首歌 是不是 也是一首情歌要带给大家 好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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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你在外落散来 落在狗 喇叭上花花 这样着那个手 散落在水在 绕潮在 一堆堆也有 谁要把水上笑 哎呀 真好 心中有爱的女人是最美的 好的 那么今天安妮人士来到我们新发布 发布自己的新作品叫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叫《顾湘》 《顾湘》还是唱的我们陕北家乡是吗 好的 那么谁会为这张专辑这首新作品 送来祝福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安妮的声音听起来比较嘹亮 比较高亢 然后似乎以前可能是民族的声乐的底子非常好的一位歌手 她的声音非常的独特 然后呢 她的辨识度也非常的高 我现在在外面上演唱着都是她的歌 但是二妮你记着 每一次演出的时候 严姐都会向大家说 我最喜欢的从星光大道里走出来的一位小姑娘 王二妮 她演唱的一首歌曲《东方红》 我要学唱给大家 所以你是我的偶像 那么这首《偶像》我觉得它融合了多种因素的元素在里面 就是还有它本身这个相吐细细的那一面 那么我觉得它还融进了一些有情元素在里面 包括在声音的运营上就比较大变化 以阿尼这么聪明的这个美眉呢 肯定应该是非常的快速 能够进入到各种不同的月星的这个领域去 非常可喜 作为一个年轻点 能够大胆的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曲 扩展自己的这种演唱范围 非常好 严姐也由衷地希望二妮在今后的道路上越来越顺利 希望她这次呢 能够再一次推出一些更多不同的这种许峰的音乐 然后能够让大家对于她的声音能够更有不同的这个流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所以阿尼加油 谢谢几位 谢谢 严维文老师 严学金给你送来祝福 我并不意外 但是你跟琪琴是怎么认识的 好像许峰差别很大 和琪琴老师是在录中央电视台那个非常新搭档的时候认识的 因为她是我的舞相 我会崇拜她 你喜欢琪琴的歌 有这段缘分 也难得琪琴对你这么器重 真好 其实二妮就是一个特别朴实的人 让大家都特别喜欢她 那谁会来到现场给二妮加油助威呢 让我们掌声 欢迎她 来 欢迎冯小泉 周深好 二妮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小泉今天转程赶到现场来为二妮加油助威 你们两位是怎么 咱们平时接触都是舞台上 对啊 但是其实呢 就是这么多年 我除了我们自己的音乐以外 我唯独就是担当二妮的音乐制作人 哦 你是她的音乐制作人 对 我的音乐都是她做的 对 从05年吧 是吧 05年我没见过 但我到纽约安演出 后来二妮 07年左右吧 来到北京 然后有个机会我们认识了 然后她特别就想出专辑 我们当时是在09年的时候 就制作了她的第一张专辑《爱山美》 那么包括刚才你唱的那些歌曲 就是一些都是在那张专辑当中 那么第二张的专辑 我们是从去年年底就开始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更细 而且呢 也希望和第一张专辑 能够有一定的一个台阶的跨越 能够有一定的突破 对 对 对 二妮 你知道吗 你选了一个特别苛刻的音乐制作人 因为小全哥哥 我们私下非常的熟 很好说话 平时怎么都行 但是只要到音乐上 这丝毫没有商量 对 她就是特轴的人 跟山内人是一样的 我现在已经特别的 你们玩 我特别的有耐心 对 你特别的有耐心 就一点都不退缩 对自己音乐所追求的东西 绝不退缩 怎么也要到达那个地方 今天既然小全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觉得这样吧 能不能也用你自己音乐的方式 为二妮加油助威 两个人能不能一块给大家带来一段音乐 那我这样吧 因为我觉得在二妮第一张专辑当中 我有一个歌曲 是陕北非常古老的歌曲 叫《赶生灵》 那么在专辑当中 就是我和二妮一起来演绎的 那么我想把这样的一个感觉 在这里呈现给现场的观众 来 经典赶生灵 演唱的歌曲 trophies 忠译秀 没理由 太好了 一月又一遍 一月又一遍 早逃逃的 那个路 自由 三盏盏的 那个 还有大沙 的那个 零自由 娃娃的 那个声 从今老人 讲了一个 我用的 一遍 一遍 白波子里 那个花瓣 又 唱了 哪儿的那个 牛 看上了 那个人 没有 好多呀 来 流 你不是我的妹妹 又 找一找你的 那个手 你不是我的妹妹 又 走你的 那个路 走走走走走走 那个路 又 还有看上那个 银子 又 还有看上那个 又 走走 那个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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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投后头的那个罗自由 三战战的那个罗 没有戴上的那个罗自由 哦哇哇的那个手 你若是我的妹妹呀 找一找你的那个手 你若是我的妹妹呀 走你的那个路 你若是我的妹妹呀 找一找你的那个手 你若是我的妹妹呀 走你的那个路 曾经老人 将来一个不幸 你若是我的妹妹 你若是我的妹妹 曾经老人 将来一个不幸 你若是我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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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贝 画 allez les 谢谢 谢谢 那小璇接下来我要隆重的邀请你 正式的推荐 二妮的新作品了 来 有请 好的 在这里我很隆重的 正式的向大家推荐 我和此作者金明 为二妮量身定作的这首歌 歌的名字叫 顾湘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谢谢小泉 为你加油也为二妮加油 谢谢 谢谢小泉 期待给你更多好的作品 谢谢 那阿妮 每一位来到新发布舞台上的嘉宾 都会给这个舞台留下一份纪念 我要伸手了 你会给这个舞台留下什么礼物 我带了 这么精致 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定音器 定音器 其实是一个特别小的礼物 但是很有意义 太重要了对于 歌者来说 小的时候 那个没有钱买钢琴 然后我定调的时候 就会用定音器 给我自己定调 后来我到北京做专辑 做了两张专辑 我全都是拿那个定的调 我没有在钢琴上 那个定过音 我习惯这个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 很有纪念意义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来 这也是二妮的音乐风格 没有人送过 我用了很多年 如果我送给你们 那么我就得回去 重新买过 买钢琴了 来 欣赏阿妮的名字 王二妮 谢谢 谢谢二妮 那接下来 就允许我 邀请你走上发布台 至发布词 有期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乡 我也有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就在陕北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我觉得我最早的粉丝 是我的父老乡亲 他们是我最大的支持者 ��队 在高高白云 三殿上 听着时光千年流淌 最美不光明就笑 梦里一点点一滴滴 一次次一魂魁魏在你胸怀 相思一次练绝绝绝绝绝绝绝 多多盛开在我心海 牵挂一念一碎碎 风风一秒秒从来没有放开 不与吐载失陷不改 多死那对你生生的爱 散在脚山北的地方 散在脚山北的地方 有换中国啊 口气机的船 经约上海 梦里一点点一滴滴 一次次一魂魏魏依偎在你胸怀 相思一次次之 Coffee 咱们在脚山北的地方 无论的游泳风泪 不愿风在 是心不改 都是那对你生生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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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